好了,我们讲完Fuel Cells之后 我们回来再讲另一种 这个就是Livium Ion Secondary Cells 这些锂电池 在这里,Secondary Cells 就是说它是可以充电的,可以充电的 之前我们讲的Fuel Cells 例如Hydrogin Oxygen Fuel Cells 它是燃料来的 Hydrogin Oxygen Fuel Cells 一路使用电的时候,燃料会慢慢消耗 Hydrogin Oxygen Fuel Cells 要不断补充 它没有所谓的充电 所以这不关系 你当它是Pi-minate Cell 就已经差不多了 至于Livium Cell 我们日常生活经常使用 例如手提电话 这个就是这一类电池 Livium Cell 首先,大家要留意 Livium 是周期表上最轻的金属 密度最低的 当然,你拿到它来做手提电话的电池 它当然会比较轻身些 攜带方便 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会比较活弱些的金属 这个方便进行反应时 产生的电量更快 不要太慢 另外,这里有一个情况 是它的优点 就是HIGH ENERGY DENSITY 什么是HIGH ENERGY DENSITY 其实意思就是 如果你同一个质量的东西 例如这只金属 它可否产生的电量更多呢? 譬如我们比较一下 我这里写了HALF EQUATION Livium 反应当然会变成Livium Ion 和Eletron 我试试举个例子 Protessum 当然Protessum很少拿来做 不会拿来做电池 它就会变成K症 失去一粒电子 你想想 如果相同质量的Livium和Protessum 大家计算质量一样的时候 Mode 数是否一定Livium 比较多些? 因为Mask除了Molar Mask Molar Mask小一点 所以同一个质量 Livium 一定比Protessum 即是说同一个质量 你可以产生的电子 是否Livium 比Protessum 当然是 即是说 如果可以产生多些电子 即是说 Energy DENSITY 会高一点 因为现在说电子 是说电能 那当然是说Electrical Energy 所以在这里 Livium 会比较高一点 除了这个特性之外 下面还有一个 比较Fast Charging 充电充得快 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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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很长时间 所以要等它充电 例如要充电 5-6个小时 等5-6个小时 会比较麻烦 Livium 也算快 但未够我们想象中之快 最好几分钟搞定 现在有些人在研究新的物料 新的物料 用来充电 做电池的时候 充电是很快 快几倍 有些人在研究 Graphin Graphin 就是我们常见的石墨烯 石墨烯 其实是炭 当然结构 我们不在这里介绍了 但你可以想象一下 现在一窩蜂 很多科学家 或者化学家 物理学家 全部都在研究石墨烯 希望能够取代理电池 如果能够取代理电池 如果能够取代理电池 它会比较好一点 快速一点 可以充电到 另外 它亦都安全一点 当然现在未知是否完全安全 起码不会像Livium 经常建设到 Hydrogen 经常在电池上 有时短路时会爆炸 经常听过 有新闻说 下面的结构是如何 结构 我们不用弄得很复杂 我们只是在简略之下 就可以了 那它怎么做 是基本跟这条 Half equation 就是这个 它怎么做 你看看下面这幅图 电池当然有正极和负极 这边是负极 这些负极一层层这些 是什么 Graphy sheet 即是石物造的薄膜 它里面藏了很多Livium Atom 即是这里一粒一粒 这些 我都会写在这里 它做反应的时候 这里已经充好了电 做反应 放电的时候 要如何呢 它会跟这条色序 即是说 这些Livium Atom 就会Loss Electron 变成Livium Ion 就像这里 这样 那你电池负极 就把外电到 比如这里有一些电线 就把外面的电器 然后回到这边正极 那些电子就在这边走 那旧电器就用了 然后回到这边的时候 它会继续做 就是Livium Ion 会如何呢 Livium Ion 就产生了 因为收入了电子 它慢慢移到正极那边 就会藏在这些 这些有植物料 这个正极 就是Livium Cobo Oxide 或Livium Mecanese Oxide 这些你知一下 就算了 不用考试 就叫你写出来的 它藏在这里 慢慢一路做的时候 这些Livium Ion 就全部 Livium Atom 全部变成Livium Ion 在这里的时候 这里都没有了 那电池就用完了 用完了之后 要充电 充电 充电是怎样的呢 接驳好正极极 电子一直流下来 它就将这些Livium Ion 加一粒电子 即是将这个过程 翻转头做 它拿回一粒电子 之后 由Livium Ion 变回Livium Atom 就完成充电过程 又在这里 Livium Atom 它会循环再做 刚才所说的东西 这里就有Discharge 就是说我刚才所说的东西 Livium Atom At the next Livium Atom Give out electrons to form Livium Ion 即是这条色 接着 Ion migrate and insert into the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positive electron Livium Atom 藏在这里 这个就是整个鋤电池的基本操作 我们大概知道 它不会考虑你这些名字 也不会叫你画这些图 最多给你一条选择提醒 看看你知不知是在做这些过程 这个 由左至右就是 放电 然后回转头就是充电 这个就是认识那么多就足够了 那我们可以说一下 多一点点 就是上次我们讲完的Fuel Sale 我们上次讲过Fuel Sale的时候 就只是介绍了 譬如Hydrogen Oxygen Fuel Cell 我都有提过 你不一定每次用Hydrogen 你可以用过其他东西做燃料 有些是真的可以用到的 哪些呢 这里有些例子 可以看看 这里有个例子 例子就是Methanol Methanol 就是甲醇 Methanol 这个可以用来做Fuel Sale 另外一只就是Gucos C6H12O6 它也是可以做燃料 燃得着 燃得挺好的 你点火真的可以燃得着 这些葡萄糖 我写了一条燃烧的比例子 大家可以看看 这些Methanol 有卡本在这里 它一定会变成CO2 有H 就一定会变成H2O 我没有平衡这条式 因为不是太需要平衡 我们只知道它出什么产品 就足够了 你如果是Gucos 你也可以加Oxygen 烧的时候 一样 卡本变成CO2 H就变成H2O 如果我真的要把这个 Redox Reaction 这两个都是Redox Reaction 我可以 怎样把它变成一条 可以将它 Chemical Energy 转做Electrical Energy 的Process 其实最低限度 我们试试拆开两条Half Equation 写不写出来 因为我们都是一样 哪条Oxygen Reduction 然后再重新设计 如何设计 电池 我们试试这样想 我们试试 在这里 我们试试 在Acidic Medium 譬如这里有水 和H 正 因为Acidic Medium 不一定是 H2Oxygen Fuel Cell 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其他Medium 看看这个如何操作 如果我们写一条Half Equation 我们试试这个 如果用这个 它会产生CO2 卡本产生CO2 这个你一定先写 H2O写不写 其实都不用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Oxygen Half Equation 我们想平衡 平衡 平衡要用水 稍后再写 也没所谓 反正这些水是淫你用的 一定是充足的 我们试试平衡 这条色 用H2O 当然要平衡 如何平衡 C的数目没问题 大家左右都是一个 Oxy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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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只有一个 但这边有两个 你要加齐O 现在只能够用H2O 和H正 那你就只有H2O 我写一个H2O 现在是不是刚好呢 左右都有两个O 这是正确的 反而H2O 反而H2O 还不正确 这里有6个H 这边一个都没有 那就要加H2O H正 因为只有H2O 可以再用 6个H正 现在的物种全部平衡 平衡好 那就只差一个Charge 这里很简单 加电子就是平衡Charge 这里没有Charge 这里平衡好6粒电子 刚刚0 和这边0 一样 这个就这样写了 Oxidation H2O 同样地 reduction 那一条也是用Oxygen reduction 你如何平衡 这里有O 你便很容易写到 这里有2个H2O 刚刚的O 2个O 大家都有2个O H有4个 这里就加4个H正 大家有4个H 插出 如何平衡 加电子 加多少粒 这里很明显加4粒 这样已经写了2个H2O 即是说 你设计Cell 是如何 电子 看着这些物料 要用这样来分开 起码 我们的考试 不会要设计出来 考试导2个H2O 已经很好 我试试这个 这个Oxidation 照样一样 C6 H12O6 就变成CO2 OK H2O 可以不写 6个C 这里只有1个 你会加6个CO2 刚刚没有6个C 然后 O的数目 O的数目 这里有6个 但这里有12个 12个O 这里有6个C 是否还差6个 你加6个C 加6个C H2O 加6个C H2O 这里有12个O H有多少个C O平衡之后 H有12 再加24 24 你只要1个C 也没有 加回H正 那就加24个C 24个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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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O 加回H2O 24个C H2O 这里有24 这里有0 加回H2O 加回H2O 24个C OK 数目很大 很少见 没有所谓 下低的DNA 就和这一模一样 可以将它 组成 通常来说 可以这样做 不过 你可否看到 有什么漏洞 如果我们要设计 一个电池 用这些材料 漏洞 漏洞 通常电极 就是有Metal 做电极 如果有Metal 做电极 如果用在酸性的环境 有机会 Metal Eletral 有机会有大损耗 是不是 如果是这样 是否一定要用Metal Eletral 或者不可以用Metal Eletral 用其他的Inletral 例如Graphy 这些是有限制 要想清楚 所以这些电池 你用Graphy 又会否可以作为Catalyst 加快这个反应 可以不可以呢 又多数不可以 要用Graphy 所以很多时候 都是Transition Metal 那些就会可以 过度金属那些 如果你用Transition Metal 的时候 你又不想被侵蚀 最好避免是Acid Medium 或者用Alkyl Medium 会比较好些 所以你想想 这些Cell的时候 Full Cell 要有很多 古灵精怪的因素 要考虑 所以这里 譬如这样 我将整条题目 改一改 我叫你 将这个Oxidation 这个Process 在Aquessing Medium 做 就是一个Alkyl Medium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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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重新写过 这些Oxidation 有再做过 他经常考试来来去去 都是考试你 一是Acid Medium 一是Alkyl Medium 只不过 物料不同了 但做的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我留给你们 试试自己做 这些课 就全教了 我们下一次 讲新一课 Electrolysis 我们下一次 期术 talked about 请諦行 中文字幕 李宗盛